因為疫情關係所以我們就是要戴口罩 就是等一下講一講可以有時候看個鏡頭 好 我準備了好問題 要很專業又很犀利的問題 好 為什麼戴牙套之後感覺牙齒會變敏感 嗯 這個問題很好 因為第一個是說我們牙齒在做腳的過程 不管是選固定類的或是影視美類的 我們牙齒要能夠移動 這個時候其實牙齒牙根表面 它會造成身體心臟會有一點輕微的發炎 牙齒才能夠在這個骨肌裡面做移動 所以它其實在矯正過程中牙齒的遙動度會變大 或是會比較酸軟敏感是正常的 所以整個矯正做完之後帶維持起一段時間 等到它整個骨頭各方面穩定了之後 人類敏感的情況就會降低 這是又有原因的 所以就是我整個牙齒能戴完之後 沒有一直在跟動我的位置的話 那個敏感度就會回大 因為很多人會擔心說 欸 我戴完牙刀是不是之後牙齒會敏感 嗯 這只有帶了這一段期間才會 理論上是只有這一段的時期 但是事實上說之後 比如說牙根有的時候 它的整個矯正做完 矯正比較靠近比較薄的地方 也還是會有點酸軟敏感 或是牙根露出來多一點 牙齒會容易 因為會了到美觀 可能牙根會露出來也有可能 對 但是在矯正過程中一定 每個人都是酸軟的 是一定的 因為這就是正常的一個生理現象 要用牙齒它沒有辦法在骨頭裡面移動 對 所以它一定要先搖動 搖鬆它 這點是要施餘它一個力量 那讓骨頭它會站成一個正常的生理現象 所以牙齒它繼續就有酸軟的感覺 什麼樣的情況下不適合帶影視眉 影視眉它需要包到牙齒 那所以一定要有牙齒要露出來 它才有辦法去做矯正 那其實影視眉它適合大部分的case 早期有人會覺得說把牙的case 影視眉做不漂亮 可是它其實後面它有很多的系統 出來之後它其實整個矯正 影視眉它其實已經修正 並且已經進步很多 那這是第一個 所以第二個是說其實 因為影視眉它需要包到牙齒 對 需要包到牙齒 所以有些埋在骨頭裡面的一些埋生齒 主生齒 要把它在矯正的治療期間 要把它拉出來的話 就會變成不適用影視眉 早期就是要先用固定的矯正器 先把它拉出來之後 才能夠後面才換成影視眉 喔 意思是有些牙齒 整個在牙肉上面的那種 就要用先拉出來的 對 包在骨頭或是牙齒裡面的 它沒有露出來的 或是太短的 那我就變成先暫時影視眉沒辦法做到 有固定先拉出來之後 再用影視眉把它拉到正確的位置 所以是很 就算真的很亂 但是牙齒全都露出來的 影視眉也是可以做 對不對 對對對 其實是ok的 對 是ok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真的太多人會想說很亂 就不能做影視眉 下一個問題 這個我覺得蠻犀利的 為什麼現在我們去很多牙醫 它都會以推影視眉為主 是不是對於醫師來說 診所來說是前多四少 其實這問題非常的好 這個要從幾個層面來講 第一個是說其實影視眉 就算做現在的人喜歡舒服一點 來達到一樣的結果 那影視眉它只要拿下來的時候 其實清潔吃飯就跟就沒有帶一樣 然後它緊急的狀況很少 像不會現跑出來 矫正器掉下來等等 對於現在時間就是金錢 或者是不希望很不舒服的人 現代人而言 它們是比較喜歡的 那第一個是說 其實影視眉的成本比較高 金額是比 耳工矯正器還多三倍 是3.5倍 所以意思是 醫生沒有賺兩個多錢 對對對 但是就好像我們如果 都想要到美國去 看你是想要做 商務艙或是做經濟艙 可以比到一樣的結果 但是用不同的方式 舒服一點 或者是 比較辛苦一點的方式做到 所以現在為什麼 以前早期可能別人會覺得便宜比較好 那些人就會覺得舒服會比較重要 再來就是有一些人是 也不喜歡人家看到他自己在做矯正 走直那鋼牙的過程 對對對 在被嘲笑大鋼牙等等的 可是這樣就是看 有些人會覺得這很酷 所以就是看沒一個人的情況 而且我真的覺得我真的帶一次眉啊 就是真的是莫名其妙的我朋友 就是說 欸你真的帶一次眉之後 就整個氣質變很好 就因為你牙齒變整形 然後他說你的氣質變好 不會去直接想到我的矯正牙齒 因為他沒有看到我 有那個鋼牙那裡面 整個過程就 默默的變漂亮 對對默默的變漂亮 因為早期想要默的變漂亮 還有舌側矯正器固定的 可是呢其實很容易刮舌頭嘛 因為舌頭就在裡面 對它是 它有它的缺點 但是它有它的強項 所以早期人想要看不到的時候 就戴舌側矯正器 可是那其實會更辛苦 所以影視眉它是個 既可以兼顧舒服度 又可以兼顧美觀度 它的一個很強項的矯正在這一塊 那事前作業是有什麼嗎 因為回整其實都很快 比如說十分鐘就可以掰了 就是其實我們沒有要 需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樣對於意思來說 是不是減少很多事 但是你們是不是有其他做其他事情 沒有錯這個也是因為 其實在影視眉它前面 我們在取資料的時候 我們取完資料跟美國那邊 在討論治療計畫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病人看不到的這一塊 我們會來來和回要討論治療計畫 我們會說要做模擬 因為他們就是技師 我們才是醫師 那臨床這一段 只有我們看得到病人 所以我們會看 以著病人的情形 我們去做分析 或是做擬定這條計畫 或是跟病人討論這條計畫 這是前面這一段 需要的 那當它來了之後 我們後面中間 因為它的影視眉它是 病人回來的時候 打矯正器拿下來之後 幾乎跟沒有帶一樣 所以其實很少會有緊急的一個狀況 就是不舒服的狀況問題 所以我們只要 我們在每次回診的時候 我們所需要看就是 有沒有在預期的複數 或是牙齒跑的這個速度上面 其實就夠了 或是說有沒有蛀牙啦 或是輕 它覺得說很少部分 所以可以很快速的回診 然後很快速的這個就可以 看有沒有大的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其實就可以回去 對 所以最主要就是前面的那個 來來回回跟美國那邊的溝通 對 那個是像我有個病人 比較治療計畫比較複雜 它可能來來回我們定了12版 之後就會再定下來 那為什麼影視眉可以戴這麼快 因為自己可以一直換牙套嗎 因為像傳統就是你一定要回診才會調嘛 嗯 那我現在就是可能就是覺得 戴鬆了然後就換一副牙套 是因為這個原因還是還有什麼 其他原因 這個很好 因為我們就要從兩個根本來看 第一個是影視眉本身它的力學 跟固定矯針其實是有點不太一樣 像是如果今天我們牙齒排完之後 想要往後拉 固定矯針就需要打骨釘 才有辦法往後拉 可是影視眉它不用 它可以邊退 它在邊在排好的時候 它就可以邊往後退 那這是它的強項 所以當有需要用到骨釘 或是用到一些部分狀況的時候 它是可以比較快的 另外一個層面講說 其實可以自己換牙套這件事情 有時候也會變成影視眉 比較困難的地方 因為變得配合度 自主性 對 因為像你們是很認真在戴的 那就跑在預期裡面 可是有一些小孩子是 因為戴起來其實矯針 不管在用什麼矯針器 其實都會有點緊緊 不是那麼舒服 對 只是低一點跟高一點 那有些人會覺得 這一點滴滴的都不是很喜歡 所以他們就不是那麼認真 那戴的時間就沒有到 20到22小時 那這樣他就沒有在預期之內 那他本來可能 就需要重啟 對 放時間重啟療程 或是他需要戴到14天買 才有辦法看到下一副 我都用矯針器的 弱勢就是 病人配合度的問題 對 所以你就是病人不怪到 很想拿便搭 對對對 你像把他全部都矯針圈 黏在他牙齒上面 你像全部都講我來幫你搭 我很認真 我真的是很認真 真的很認真 認真帶話 所以要認真帶 就可以像我這麼快 像我這次不是因為 就是我們20副完之後 發現就是還有一些細節可以做調整 然後就覺得美觀上 像我們也有一些在調整的東西 對沒錯 但像傳統矯針 如果你戴完 然後呢 然後拆完 然後發現不滿意 你通常是會幫客人重新帶回去嗎 還是這個傳統矯針不滿意 會怎麼樣 會發生什麼事 好這個很好問 如果隱世美的話 他想要重啟療程 相對來講是比較容易 因為本來牙齒上 就沒有什麼矯針器的東西 可是固定矯針器它很麻煩 是說它必須要黏矯針器 那我們知道一般傳統 對 一般傳統的矯針器 不管是黏哪一種的 黏一個上半口 可能就需要45至1個小時的時間 哇 好久喔 對 所以它全口黏起來 很像是2個小時 最後也不能休息 也不能上廁所 就是2個小時把它黏完 或是1個小時吧 對 會蠻辛苦的 那微調對隱世美的人是很容易 我們就是口掃完 送出去 然後再做這樣子來回的調整 對 就可以很快 可是固定的沒有辦法 它真的就要黏矯針器 一顆一個黏 對 然後把有問題有跑掉的 或是不滿意的部分 再去做調整 因為相對來講 它的功勢比較繁複 所以固定矯針器也是 常跟病人講說 你要先確定你想清楚了 你覺得OK了 OK了 對 你真的滿意了 我們再拆矯針器 因為它的矯針器要再重黏很麻煩 它需要的費用 也會相對來講 還要再收一次的費用 有最近幾個做傳統絞針器的朋友 我有看到他們拆完的牙套 我就說 欸那你覺得你自己的牙齒 你覺得是滿意的嗎 你感覺 當然不是說我覺得它好不好 反正我覺得你自己覺得滿意的嗎 對 他說其實就是 它那個拆完之後 發現覺得還是有點爆爆的 但是它拆之前沒發現 因為就是有那層東西感染 對 其實有矯針器會讓人很難去評估 到底這個狀況怎麼樣 像很多人講完之後 跟想像中不太 可是隱私美它是 它幾乎跟未來要的最後的結果 你可以比較可以想像的到 因為那個痘痘就只是小小的一丁點而已 這就是看每個人不一樣的需求 因為如果你是以很美觀需求的人 你是會去很仔細看你牙齒的人 你可能傳統拆完就覺得 喔 哪裡就不對 可是隱私美我就可以慢慢看 慢慢看自己的牙齒 那微笑曲線是什麼 因為隱私美常常就是有那個 都是有那個微笑曲線 對 其實矯針醫生都很有趣 每一個矯針病人都做出一個 很漂亮的微笑曲線 但我們想說其實美這件事 是主觀的 但是就是說特觀的東西 來去做標準的時候 在我們前涯的地方 就會有一個微笑的曲線 是國際所公認的一個微笑曲線 不管是做隱私美或是故障的 我們都希望把你的微笑曲線做出來 這很像是上面的門牙的切端 它笑起來的時候是連 它是可以切齊我們下顎的這個 下嘴唇的這個 這個切端的部分 所以是沒有笑的時候就微笑曲線 還是笑的時候是微笑曲線 其實我覺得好像就你不笑的時候 牙齒就在笑 所以就給人感覺在面向學也會覺得比較樂觀 當然說每個人也不一定會真的喜歡 所以我也曾經做過 有些人會喜歡整個平的 可是就沒那麼好 可是有些人甚至凹的 就沒有那麼好 有些人想要凹嗎 就很很 有些人一開始來取巧矯針的時候 它就是因為它是凹的 哦 欸那我原來是凹的嗎 還是平的 你是比較平的 對我現在有稍微有點起來 其實矯正的時候 就也是可以多跟 有時候跟那個醫師聊到微笑曲線這件事情 如果你在乎這件事情的話 你就可以多跟醫師聊 因為其實醫師有時候不知道大家喜歡的重點是什麼 對所以就是 我們預期開始也會捐助我們醫生認為預期的好的 可是在最後面 加矯正期前或是中間的時候 你有什麼想法都可以跟醫生溝通 因為其實每這種東西 還是前面講很主觀 因為你自己所喜歡的東西 要跟可以跟醫生溝通 那看醫生怎麼樣幫你調整 但是如果說要求不合理的話 那當然會被感受 就比如說牙齒推探裡面 然後那個角度很奇怪 對啊會喜歡很直的啊 那種就很很很很 不合理的 對不合理的要求 那醫生也會比較接近 因為對於牙周健康不是那麼理想的話 醫生也會跟你溝通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就是一直跟醫師講說你想要的美感 但如果醫師說不行的話 他就會跟你講怎樣不行 對對對 所以是可以溝通 要好好溝通 各位 就像我前面提到傳統拆完 就是重新戴完 那你現在做影視美這種續作的案例是不是很多 還是大家都是真的戴完第一次 就OK 現在 續作它原因有很多 第一個我們當然是說有人覺得做完之後 欸我想要再怎麼樣 我想要再微調一些地方 我們就可以再做重啟療程的部分 那另外我們就是牙齒有沒有在預期之內 好移動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會一樣會重啟療程 所以像這些情況等等的 他們都會需要重啟療程 然後再去做一個續作重啟療程的部分 影視美嘛 因為我其實就已經戴透眉牙套啦 對 那我之後戴維持器 就是我的最後一副牙套嗎 還是會是怎麼樣 還會有一個維持器 因為影視美它的材質就是拿來做矯正 它activate 它有個active就是有個主動的力量 可是維持器它是passive 它是讓你只是固定的 就兩個材質會不太一樣 那我之後戴維持器是晚上戴就好 先前半年到一年先24小時都先戴 對 然後但是到後面的時候就是改為晚上戴 但是那個也是戴著不能吃東西的耶 對也是很像 是到底多懶 我真的很懶 清潔跟吃飯都會拿下來 還是要拿下來 沒關係就跟戴影視美一樣 所以你影視美已經習慣了 所以你戴維持器就比較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OKOK 那還有 戴完影視美人會比較小嗎 哈哈哈哈 是影視器的問題耶 那妳是比較瘦嗎 應該是沒有啦 那其實 只有腳症臉型會變這件事情 這個很有趣 它有很多的講究 比如說有沒有拔到至齒 它有沒有把這個外型的部分調回來 有些人他有調到臉型 但是大部分一般我們還是會講說 腳趾一股臉型的部分還是跟骨頭有關 所以如果想要動臉型的部分 有時候還是要考慮症惡 或者是美容整型 有型外科這一塊 對 那大牙齒我們排列整齊 其實就已經很漂亮了 對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來找陳醫師的時候 因為我很在意下二的東西 那陳醫師也真的很直接跟我說 這個就是辦不到 所以他沒有就是說服我先做牙齒 然後他說不如你先去那個正二看 對 然後我正二看完 那意思是說我真的不需要做 因為就一點點 他就是要在灰色地帶 有些情況是灰色地帶的話 就純矯正就可以 對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動到骨頭 所以比如說 我們側面的鼻子最凸點 然後人中這個點 跟下巴的這個點 這三個點其實不太容易變 這三個點 對 在這個地方都是不太會變的 你說在矯正的時候不會變的 對 所以就是變在這個地方 就是你想要變這裡 這是你一定看得到的 可是他其他預期的有沒有辦法 因為像是如果咬臉歪的部分 如果是骨性問題 骨性問題就要骨頭方法來處理 牙齒的問題 就要用牙齒的問題來處理 所以除非他是牙齒這樣子爆一邊出來 才有可能是人性改變 對 然後這個才有人性改變 所以要先有個正確的診斷 看是骨頭的問題 因為骨頭體如果不用骨頭的方法 證論手術 小骨 或是整形的話 那你要說 對 很難去做到調整的問題 有些人會覺得好像有改善 有改變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好像還好 這就是看case by case 因為原本先天的條件就是不一樣 對 一個是骨性的問題 一個是牙齒的問題 對 那你要我怎麼診斷 直接給腳症醫生看 或是好像外科醫生 或者是給牙科醫生看 他們找專家會比較知道 嗯 所以你們真的很想知道 你們自己臉型可不可以改 就趕快去找醫師 在諮詢看看這件事情 真的 因為你問我 我也不知道我臉型改不改了 我不知道你長怎樣 嗯 因為我怕人家問 就是我很怕我問完這句問題 下面人又會問我說 欸那我臉型改不改了 我就跟你講 我不知道 因為case by case 真的就好像 十個人做矯正 醫生會給十個治療計畫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 獨一無二的治療計畫 對 就一定是符合你的 所以就看你取什麼矯正器 然後看你的狀況是什麼 是骨愁問題 牙齒問題 各式什麼類的問題 他們下一個正確的診斷 正確的治療計畫的時候 才能夠 可能他們的方法 有些人會拉相機 有些人不拉相機 有些人需要拔小就死 有些人不需要拔小就死 但是為什麼他有 為什麼我沒有 其實真的每個人 都是不太一樣的 對啊 嗯真的 所以結果也不一定一樣 可是 anyway 只要做到最後結果 是滿自讓自己滿意的 嗯 是這樣子就很ok 意思是你現在是在三峽這邊 那你另外一個地方是在哪裡啊 我在台北宥德 台北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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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在哪一個捷運站附近啊 好像南京復興 南京復興啊 反正我跟你講 大家都會一直問我 所以我覺得可以在資訊欄來 把我的 GENGEN 的資訊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說你們有需要的話 可以去找專業的 對 不要再來問我 直接找專業 你講金娟真的是有問題的啊 所以她每次 她每次都很忙 然後我每次都會突然蹦一個問題問她 然後她就會很忙很忙 然後就突然轉很正經跟我說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然後就趕快去忙 然後我就會問她一個問題 她又忙忙忙忙的 對今天真的很認真 謝謝謝謝 好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問語的啊 有沒有很犀利 還好齁 對 對 都會蠻正常的問 對 很好很好 就是這個 其實都問很正常的人會 很多很多人 大部分人會 會問的問題 對 那其實本來就是資訊不平等 醫生本來就是要跟病人多溝通 因為你們是第一次做腳症 我們是做很多腳症病人 對 其實本來就應該要多有一點很多的溝通 才會讓病人安心嘛 對對對 因為其實應該說我自己 我妹妹 然後加上有些人在我下面留言 都會說醫師就是很 就是都很快啊 對 然後因為他們很忙嘛 嗯 然後像我妹也是 她之前醫師也都超忙 應該說妹妹腳症醫師都超忙 然後呢 就是他們就可能就是沒有提醒 就是一些小細節 小細節 對 然後我妹現在雅英過一次 對 就崩潰 然後或是有人說 喔醫師就開始帶腳症機 就開始不太理他們 對 這種很崩潰 對 或是錢怎麼付完 就是都不太 在這個真的是小細節 可是我覺得真的是每個醫生的習慣 所以你知道腳症醫師的時候可以找 比如說家裡近的 對 就是家裡附近 你一定是找到他 或是覺得可以溝通的 對 你知道這個醫生是可以溝通 因為我覺得有些是可能網路上很有名 但你去了之後 可能帶一陣子下來發現 欸完全不是這樣的事實 可是繳錢就 啊怎麼不能繳 反正你們懂 你就可能繳錢 嗯對 好 先這樣 好 希望你們會喜歡影片的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拜拜 i know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